大家好,3月5日,星期五,开始很神秘地,人大开会,今天才告诉你,当然也有些先报道,大约都透露了,开会先, 建议香港的立法会,根据基本法,改政制是要三上三落,香港的提议,然后交给特首,跟着特首交给中央,中央谈完,然后再通过,同意了之后,类似了,三上三落, 现在快手了,因为已经赶走左头左勢的民主派了,逼走了他们,可能他们经常说,我们不留在立法会,你阻止他们,结果人们DQ你,你问老板,老板说,都不要做了,全部都不要做了,结果就关手正脚了,大家都,你问我,没有人怎样,现在人大这样改,那怎样呢,我经常就想, 人权民主法答应了很多东西,你换了政府就不用跟着了,那是法例来的,其实大家应该去问老板,那怎样呢,现在这样改, 这样改,不单止不是,人权民主法要求今年,不是去年,就要全班直选,连特首的直选,不单不直选,现在就改大制,大改动,倒退,倒退,倒退极了,他都说进步过你,进步过你,1984年,对不对, 这些事情,会有这些讨论出现,很讨厌的讨论,我们期待西方,美国既然领导着西方,说要,虽然给点耐性,但是现在杀到了,那你也有个态度, 不要,不要只是谴责,拜登也是废的,那就算了,我们等特朗普,特朗普都未必争取, 特朗普要等多两年,最少两年,或者四年,大家这几年是不是可以休息呢,那你就休息,那我就不休息, 我从来都没有,没有开始,也没有终结的,终结就是,要终结就终结,就不会的,我预定哪时哪日, 就是什么形势,我就出来,救港出山,什么形势,我就要缩住,或者我先躲去别的地方, 没有这些事情,总之有一天就是那一天,我现在解释一下,这个他说什么呢, 其实大家都可能是,看见就送货,不是很想看,简单来说,就是将香港的选拟制度, 然后就跟人大看齐,就是由党控制了,然后才选, 那给人大进步,因为可能留下一些三分之一席选,三分之一功能选举, 由七十席变成九十席,那就取消了五席,五大界别的功能, 五席,直选五席的,本来增加了,好,回到六十席,六十席就变成三十席直选, 三十席功能组别,所以三十席呢,选拘委员会, 而直选的都会做一个审查,资格审查的委会, 多数都是这个选委会,这个选委会就由1200增加到1500, 就踢走区议会的117个代表,区议会的代表没有了, 有1500个国大界别,就是爱国领袖,什么社团联会那些, 其实就是共产党委任的, 委任一个大的选举委员会, 这个就根据张翠弘介绍,这个是伊朗式的民主, 伊朗式,由宗教委员会審查过, 这些人才可以直选总统的, 可能有些直选特首的,我没有讲这里, 看来就暂时不会了,很安全, 就由这个青人的选举委员会, 也都可能他做那个施格审查委员, 就先篩选过先,先篩后选, 现在讲的是那个,功能都是的了, 因为功能里面有法力界,教育界, 一向都是民主派的, 传统意义上的民主派, 就会彻底掃地出门, 应该爱国爱党的建制派, 我们的土共应该很兴奋, 出来帮忙讲话才是的, 所以谭耀宗都不敢讲, 而且说你不要问我, 大哥,开声先, 因为当然被警告不到你讲话, 很多人主动想讲话, 包括梁美芬, 汤渣华, 那帮立法会那帮民建联帮, 每个都是代中央发言的, 现在这次是不准他们讲话, 因为不让你知道, 那你就没得讲了, 然后定了,定了要你们讲, 所以今天虽然对香港民主是一个黑暗, 但是对香港我们的土共都是黑暗的, 一样那么黑暗, 因为他们的重要性, 同样是被数落历史的, 大家不高兴之外, 找到高兴的东西来讲一下, 我们讲完不高兴, 讲不高兴的东西多说两句, 现在这样的样子, 那怎么办呢, 还要押后多一年才选立法会, 哎呀,免得烦, 通过这个政改就很简单, 但是通过了五月, 九月就是, 还有九月, 似乎就是刚刚那些, 就是什么, 疫情过去, 疫情过去之后, 抗争会怎样呢, 老共还未知, 还有啊, 拜登的招数是怎样呢, 都还未肯定, 很稳定, 稳定很极, 明年才选立立法会, 准备都要时间, 起码都要半年, 选举这些, 徹底改变了, 香港那班官很多事要做, 但问题呢, 香港那班民主派, 区议员如常, 以我感觉, 区议员的level, 就是说话是照说的, 做话是照做的, 香港人对他们的支持也是依然的, 放心就可以, 只要好好做自己的工作就可以了, 我们现在呢, 当然要看田飞龙那篇文, 同意评估了整件事, 不需要再理会香港那些土共, 什么建制, 或者好像假认中央什么事, 包括梁振英都, 他都是忙忙忙, 他跟风的, 他本来都说, 爱国当然要支持共产党, 你连, 政制内政事务, 曾国伟, 聂德权都说过这些, 共产党是个事实, 他技巧一点, 曾国伟,当然要爱共产党, 五个共产党没得选, 这些超额交心的说法, 人家就一巴掌过来, 现在呢, 包括, 六八九都要醒了, 即是说, 这些是什么, 转移视线, 说他们, 曾国伟, 这些土共官员, 港共官员, 港共官员, 土共和港共又不对, 大家都知道, 大家欠个特首位, 但是大家要看着, 民主拜好,土共, 都没有了更内幕的人士, 跟我一样, 只可以观察, 是不是, 这些我当然是我常处, 观察官方说的东西, 哪些是官方说的东西, 正式北京的信息, 我们就是评估形势, 我肯定是那些土共, 我早就说他们没有运行, 他们知道, 但是他们不敢说, 现在就新, 他们跟着就会说, 对啊, 正确啊, 支持啊, 没有人不支持, 然后想想自己怎么办, 是不是, 因为其实他们都可能是被非的一员, 即是说, 这个西选委员会, 可能叫他们全部退休了, 找那批新的, 没有历史包袱, 年轻的人, 新的一代民主派的人, 不是民主派, 建制派都要新的一代, 由他们出来代表, 代表, 建制去选, 即是土共去选, 现在这班, 可能你们都不合格, 随时被非, 而你只能够, 你只能够, 你够钟了, 走啦, 他就灰溜溜地, 继续我支持, 支持共产党, 那就走啦, 是会这样的, 这些就是我们熟悉这班建制, 他的下场是这样的, 用完是要扔的了, 接着还有警察, 警察都会被适当时整顿一番, 因为有些做事不够狠狠, 你以为, 到时移民西方人不受理, 共产党就说你不够狠, 没什么用, 可能有些不妥的, 拿来祭旗, 黑社会就找一些告客, 没有人答应过你什么, 那类的, 我们看这个情况就这样, 对于我们希望西方, 大哥, 如果没有作为, 有时候要明白政治现实, 时势不在香港人这里, 西方不是站在香港里面, 我们又没有足够的搞作, 过去那几个月, 个个就议役, 大家斗叔, 领导那些, 害怕了, 不敢发动了, 小单位有人发动, 一般市民, 继续努力, 现在还有人去法庭外面, 帮他们, 遥其立喊, 真是有情有义, 一般小市民, 讲民主派的一般小市民, 反而那些就只是在那里哭, 没办法了, 好像是不准保释, 有17个, 跟着都不准保释, 变相都不准保释, 不知道他们怎样, 根本可以怎样呢, 他又哭, 我们又哭, 只可以, 他们领导, 领导在哭, 那你在下面, 你不跟着哭, 没用的, 好了, 为什麽呢, 到这个忠诚废物上场了, 港澳研究理事会的一个学者, 叫做学者, 被认为鹰派学者, 就是台湾媒体告诉他, 我想就没有是鹰不鹰派的, 其实他讲的话, 这些东西呢, 你可以说, 被任何一个, 湯家驊, 梁维芬, 譚耀宗, 这些, 更有权威性, 更加被那些什麽, 刘少佳那些, 整天出来代表, 中央怎样想, 中央怎样想, 这些都不是, 这些就真是, 所以他讲那篇东西, 还有一个特点, 你知道他在明报发表, 两天前在明报发表, 值得大家看的, 就是, 喜欢不喜欢都好, 因为这个, 以后就是那个, 才是正式的, 红头文件, 其他人讲的那些都是, 包括梁振英都是, 他都是看着他讲, 他又看着他讲, 你又看着他讲, 不如你自己看了他, 然后你猜一下, 猜一下, 现在老共, 在这样的形势下, 他的底线在哪裏, 习近平的底线, 思维在哪裏, 那我们就在底线之上, 就努力了, 对不对, 对于评论员, 有没有影响呢? 我们, 我们不涉及权力的, 是吧? 我们依然顾我, 他说, 从政的人, 都不用外国, 我们更加不用外国, 反而我觉得, 我对共产党是外国, 就是, 中国来说, 我都是爱国的一种, 不过我对他, 可能他, 他说要尊重他, 我怎么要尊重你, 只要我不少权力, 就不够你了, 好了, 搞到就算了, 搞到就算了, 我们做media的人, 其实做, 有样好的, 是吧? 因为我们不羡权力, 不认得他那个安定, 他有时需要有这些, 暂时没事, 我们也都, 其实, 我们不羡权力, 我们生活无争, 我个人都起码, 上市无争, 下市好争, 就是那些, 低层次那些, 就是欠权力, 欠选举那些, 我欠, 我连广告我都不想争, 就是, 够就行了, 有个早餐就算了, 那这些是最安全的, 就是最潇洒的, 也都, 也都, 没所谓安不安全的, 到时候, 哎,不准了, 不收局, 想不收局都不行, 现在没有人可以保护到我们, 这些够说的人, 哈哈哈, 你知道民主派, 哎, 真是, 自己都保护不了自己了, 但是, 我们研究, 田飞龙, 是, 就是, 他的定性性的说法, 他说, 温和民主派, 就还可以有得玩的, 那这个, 大家都砍, 是吧, 那你以后要重新定位, 是吧, 那, 就是, 要努力撤割, 保持底线忠诚, 底线忠诚呢, 就不需要外党, 哎, 那就盖了曾国伟, 聂德权一巴, 对不对, 不过呢, 就, 要尊重, 他做共产党, 那你从政当然, 那个共产党, 上面拿权的, 他最终决定你命运的, 那你都要给他面子, 就是, 忠诚, 要, 就是给他面子, 我们的说法是给他面子, 那, 那, 爱党呢, 就是党员的义务, 那, 拍住, 就是, 就是, 那我们知道哪些是, 哇, 你爱党, 爱党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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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是我们的得益, 那我没有得益呢, 我当然没有了, 没有任何得益, 当然也没有什么义务, 爱你, 爱你都没有的, 好了, 但是呢, 值得, 大家, 細微, 他竟然丙了这个建制派, 他说, 但是呢, 你们不可以, 我们不要是, 再不是, 橡皮图章, 爱国的人士, 不要只是爱, 很爱, 你看一下, 橡皮道章, 或者忠诚废物, 我们经常听, 忠诚废物, 这个, 这样的形容, 这个鹰派学者真是够英, 我很欣赏这句, 忠诚废物, 刘雪佳那些都是忠诚废物, 梁美芬那些都是忠诚废物, 为什么呢, 你是本国学者, 其实他们也是国内学者, 那你们, 套你们, 就是, 你有言论自由嘛, 你比他自由, 想你们做得好些, 可以争取各界支持, 有个中立的身份, 学者身份, 谁都知道你们搞到这样, 你就废物了, 现在等我出声, 国内学者, 那些呢, 香港那些学者, 亲中的学者, 忠诚废物来的, 听我说, 那我们是应该听他说, 大家看清楚那些字眼, 这些字眼很开心, 看到我, 开心了整天, 其实我, 忠诚废物, 为什么还没有人说的呢, 大家不喜欢, 赞赏这个, 大陆佬的, 是不是, 但是有些好东西, 你看见好东西, 你不能不介绍一下, 对不对, 其实他在骂土共, 那你看不出, 骂土共是废物, 这么多十年来, 这个就是我, 整天都, 在这个视频我讲了很多次, 老个人不喜欢, 香港那些, 喂, 给了这么多钱, 又容忍你, 双重国籍, 又容忍你, 那些子女去掉了外国, 你的谭妖宗, 你的梁美芬, 你的子女, 国家给钱, 反过来, 还是国家给钱, 这些人, 有个特殊新闻, 好了, 什么都不要紧, 其实没事的, 要你用香港人的身份, 一个客观一点的, 香港人可以接受的底线, 是团结香港人, 是不是, 民建联, 给了这么多钱, 几亿资源, 因为, 中文版可能没有这么大开销, 开销, 是不是, 那, 花了这么多钱, 在这里, 那, 结果是怎么办呢, 结果, 一次又一次, 被民主派打住, 对不对, 啊, 你玩这个民主选举, 那, 其实, 他们不是很失败的, 还有四成, 总是四成少一点, 四成少一点, 幸好四成多一点, 幸好四成少一点, 幸好四成少一点, 那, 在北京的角度, 浪费这么多精神, 培养你这帮土共, 很惨, 是, 现在要亲自动手, 一下动手, 就改了个游戏, 之后, 他会陪育一批新的人出来, 大家都知道, 你早前弄了个自经党, 当然, 很多人都觉得是有些东西的了, 对不对, 那, 我想, 全方位的了, 那你都要填补很多空位的, 泛民是死了很多人了, 走了很多人了, 不见了很多人了, 哭了, 走了, 那都有很多空位的, 所以你如果是民主派, 其实, 有空位的, 对不对, 那他画出来底线, 温和民主派, 记得, 以后清智的温和民主派, 哎, 这个term, 我是很有感触的, 30年前, 是不是, 20多年前, 25年前, 即30年前, 基哥, 我们就温和民主派, 文协, 我个, 文协的基哥, 想不到他才是, 现在才是, 现在是70多, 很难再回生了, 他都玩完了, 是, 温和民主派, 文协当时就说, 好, 我们就是温和的路线, 和亲美的路线不同, 那时候已经有意识了, 当然, 也因此被主流, 逼去做margin了, 但是, 我也不妥, 太过温和, 太过亲中, 文协都不妥, 冯燕基, 结果冯燕基, 现在都, 被文协淘汰了, 新一代淘汰了他, 新一代, 比较黏, 泛民主流, 结果也都, 一财不加产了, 今次几件, 几件要有, 好了, 但是这些, 治病救人, 在共产党的角度, 这些还有得救的, 可能是有他的, 就是, 给他, 一番冲击之后, 好, 你们继续玩, 以后有三分一是直选, 这些人也有, 但是, 意义就不大的, 你问我, 可以不参加, 最后很多人不要参加, 但是总要有人去参加, 是吧, 就是我们, 本土派呢, 不要再去参加就算了, 因为你本土派是革命的, 我们是革命的, 思想是革命, 既然我思想是革命, 回去信报写稿, 明报写稿的, 我屌你, 不敢刮你, 继续搞视频算数, 不刮你, 那你一天禁了视频, 我就算了, 正式收工, 我不做这些事情的, 我认为, 忠于自己, 忠于自己, 我不跟这些, 我不在一个纳房里面, 但是我赞成, 建房插针, 所有人都是, 包括你爭民主的人, 忍辱扶重都要, 是吧, 我不矛盾的, 你想想我说的事情, 其实不矛盾, 我个人的选择, 我坚持站起最民主的线, 最激进的线, 我是吊构你的, 你不相信, 你动到我, 那就算了, 大家, 我一天撑盡的时候, 要是, 一个不小心坐, 坐完就算了, 不坐, 没得出声, 可能都没有, 到时落发, 不准你, 说话, 说话告, 都要, 好像民主派那样, 哭一会儿, 我不哭的, 没得出声哭的, 就是, 我们含笑收工, 叫做, 无腹的时代, 但是我相信, 时代一定是继续变的, 现在老共想得美好, 他有一件事, 还是没有做到, 他没有明白, 香港新一代人, 究竟怎么想, 他们自己在北京, 计划经济, 继续了这套东西, 这套东西, 你可以说, 他自己画了自己, 一个批划, 一个底线, 这样, 这件事, 套在香港里, 还行不行呢, 如果你是针对民主派, 外国势力打击他们, 已经很成功了, 过分成功了, 在我来说, 你做多了, 而且做得过分, 过分就会有反效果, 好了, 新的一派未必, 会继续支持主流, 因为主流都失败了, 不要说, 两个主流, 建制的主流, 和民主派的主流, 整个过程在二十多年内, 北京的定性都是失败的, 从头玩过, 从头玩过, 我们看看他怎样, 环境怎样, 继续见逢插针, 就是年轻一代, 本土派, 最多你可能不可以说, 要求独立这个字眼, 那就算了, 但是你站在香港人的利益, 就可以了, 港独都是为了香港人的利益, 你继续站在香港人的利益, 这个不说, 独立这个东西, 这个空间我相信是有的, 但是以香港人的利益为中心, 你以香港人来香港可以, 中国可以而已, 可能都是老共的利益所在, 所以可能空间还是有的, 容许, 但是再不是现在这个形态了, 那么, 如果你有一个, 哎, 简单在这个时刻做一个终结, 那你就相信特朗普, 你看得他太厉害了, 结果, 召你不了, 接着你, 你留拜登, 他都, 拜登, 你们都不支持拜登, 拜登, 算是这样, 出声, 他一定会出声, 一定会出声, 不过, 你们继续努力, 不过。